中期待的投文字弟续作MF Ghost高燃来袭 故事是与投文字弟处于同一个世界观 时间设定在D计划结束的20多年后 在这个时代电能源车和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满进 使用化石燃油的汽车被淘汰 可就在此时 在日本有一项以几乎停产的内燃汽车为主赛事 以超高人气席卷全球 而赛事的名称便是MFG 而我们的男主下相是藤原拓海的徒弟 19岁就开始参加各种赛事并获得数次冠军 不过下相一直在海外参加赛事却没参加过MFG 对于他的名号还没想撤整个MFG 而他为了寻找失踪的父亲便来到日本 对于职业赛车手的他自然也不会错过参加耿介的MFG 在比赛前下相先是前往父亲的老熟人西元四家里赞主 此时女主西元四恋刚回到家中 第一次见下相西元四恋便喜欢上了他 只是出于羞涩谎称要做功课躲在房间里暗自窃喜 随后下相经过西元四的介绍来到了续芳车行 因为下相为了参加MFG需要一台高性能的跑车 便向续芳援助改装跑车的性能 可续芳却提醒下相不要抱有太大希望在赛场上出风采 MFG的车子虽然对改装没有限制 规则是以抓地利车重比均一化 即便是花费不菲的轻量化改装 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反而是马力足够平衡性又好的欧洲昂贵跑车更为适用 因此这条规则也是被誉为富人规则 可下相却觉得能体验MFG就很满足了 随后续芳也就带下相来到车库 这次下相要开的便是自动挡的丰田86 很快下相就前往MFG本部报名参加预赛 也就在此刻他遇到了香叶顺 香叶顺是唯一一位开GTR进入前十的人 而且上赛季排名第九算是下相的前辈 香叶顺见下相为人实诚也就带他去吃上日本拉面 同时两人通过直播得知了MFG预赛位居第一的贝克 而他开的便是保时捷911卡曼 他是保时捷公司培养的超级精英 也是下相参加本次MFG夺冠竞争对手 但香叶顺却很疑惑卡曼的性能居然能跑出第一的成绩 很快MFG预赛正式开启 在解说员介绍下我们得知MFG预赛是以排位赛的方式比赛 按单圈成绩筛选超过300位的前15名则是有资格晋级正赛 而这15人称之为神15 出发前续芳表示下相用一套新轮胎跑三趟应该足够 哪知下相还没比赛就向续芳道歉 因为他要跑一趟就把轮胎给耗光 听此的续芳都吓得菊花意景 接着下相坐上86项叶顺就提醒他千万别撞车子 在小田园这段路是MFG最长的赛道 像香叶顺这种老司机都无法记住赛道每一个细节 上坡要保持在70%的力道续号 最关键的就是下坡到第三个计时区 一定要控制力道在50%到60%之间 等你跑完就会明白我的用心良悟 也就在下相准备进入赛道时 兼职担任7号天使的西元四链见到了下相 可下相却没认出四链反而注意力全在赛场上 下相驾驶着所有人都不看好丰田GT86 在小田园赛道上表演一波藤原拓海的超高速四轮飘逸 就在刚刚下相驾驶着丰田GT86参加本届MFG的预赛 就很快加大马力冲刺赛道 而跟在他身后的AI智能无人机通过录像 很快就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而在电视机观看比赛的西元四夫妇 得知下相用片桶的名义参加比赛 意识到下相是想通过MFG传播到世界某个角落的分析 通过直播让父亲知道自己就在日本 而西元四妻子看到下相失去父母照顾 还独自一人来到异国他乡 觉得下相很可怜表示实在看不下去就转身离开 而赛场上这边下相刚进入第一季时区 香叶顺就吐槽GT86毕竟是个手动挡 跟其他的豪车相比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觉得换挡离合器汽车都已经过时了 然而此时的系统却提示下相排名升到第五十四 香叶顺却认为一定是系统出步障 像续方的垃圾GT86怎么可以能会跑那么晚 就连续方也认为是系统报错 然而此时的下相驾驶的GT86沿着弯道持续加速 系统再次提示下相已然升到53米 而且还被AI加上了注目标记 这就意味着下相是本次MFG预赛最亮眼的车手 距离上一次注目标记的还是去年驾驶着718卡曼的贝克 而下相不过是19岁的少年就被注目标记 在场外观赛的众人都震惊下相的GT86居然能进入前100 要知道参加本次比赛的前200车子都比GT86的马力还要强 就连续方与香叶顺也不敢相信 对于老车手的香叶顺看来 MFG是以抓地力重量化为规则 想要在第一计时区领先车子的马力必须足够 可下相的速度还在持续飙升 好玩第一计时区下相名次来到52了 续方提醒下相下一个计时区是下坡 车子会因下坡阻力负重增大 必须要改变刹车的平衡 而远在大厦的男人在得知GT86的惊人表现 车手是骗同下相便随即打电话给梁静 梁静在得知藤原拓海徒弟下相加入他制定的赛事规则 就期待下相会正确解析MFG的规则 男人文言一脸猛逼 他不明白制定规则的正确解析是什么 或许只有下相给出答案 此时主持人都被下相惊人的表现激动地喧嚷 因为下相的名词此刻已经飙升到44米 不过GT86在经过上突破时速度突然下降 和其他车子相比GT86排气量上有很大的劣势 接下来是第三个计时区 向叶顺抢夺旭方的麦提醒下相在不熟悉路段情况下 要控制好车速不然会死人的 但下相却很自信地表示赛道已经在他脑海里拨合 因为下相在比赛前就观看过三遍赛道路程 所以对于每段路的细节早已刻印在脑海 随后下相在下坡的弯道利用轮胎打麻的惯性急速过弯 看到这一幕香叶顺也意识到下相不是在装弧 完全是以进入正赛前15人为目标 于是他让续方千万别给下相泼冷水影响他的情绪 要让下相精神状态专注在比赛上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下相前方还有几台车 很快在续方与香叶顺的帮助下 下相的名词又一次提升 但接下来的路段是死亡区域 这段路会有大量的雾气笼罩 对驾驶员视线影响极大 而且还有凹凸不平路段 稍微不小心可能会撞出桓杆死亡 而且还没转过一次弯道就加速行驶没有丝毫有误 换做普通车手经过这段路面高低落差的情况下 都会采用刹车规避风险 可这些极具崎岖的路段都被下相避开了 因为下相在比赛前就通过手机录像 全程记住了小田园40公里的路程 虽然难以置信可下相确实做到了 而且排名也冲刺到了30名 在MFG赛事规则上跑进前30名的车手会获得GIF 并且主办方会免费提供车子轮胎以及其他奖 此时GT86已经穿过死亡区域 并以惊人的速度持续上升排名 接下来下相的这波操作直接震惊所有人 下相在转过弯道飘移的瞬间 让远在大厦上的男人看到黑白色的86 这丝滑的飘移毫无疑问 是藤原拓海的超高速四轮飘移 此时下相的GT86已然冲到了24米 接下来的路程是第三计时区 而它只需要在这个路程提升速度 就可以打破位居第一架势保时捷塔曼的贝肯 此刻贝肯通过无人机拍摄录像在电视机旁观赛 而它却嘲讽了GT86缺乏动物 觉得下相之所以能进前24米 不过是靠着压榨轮胎换举动物 用不了多久GT86就会在最终点的直线道路降速 而且它也完全不在乎下相打破它的历史记录 因为它在比赛时隐藏了不少实力 与此同时 下相驾驶的GT86已然来到了第18米 而且它还以丝滑地飘移持续冲刺 续方看着下相在赛场游刃有余飘移技术 感觉下相是双重人格 因为平日里看着下相是那么的温柔 在赛场上下相为了冲进正赛坊 不就像是一头野兽 也就在两人闲聊之际 下相车速从16名飙升到15名 这也意味着下相有机会可以杀入正赛 续方本想告知下相此刻已经位居第一 然而香叶顺却阻止续方 因为接下来的路段会有很长直线 没有了下坡路段的优势 以GT86现在的马力很快就会被身后的车子超越 所以现在只需要下相专注于拉大领先的差距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下相与终点也越来越近 身后的AL无人机渐渐地被GT86甩在后面 但是比赛并未因此而暂停 观众只能通过设置在赛道的摄像头观赛 而此时的下相这边有点不乐观了 因为它的排名下降到了第15名 GT86是自然进气的2.0排量 即便拼进所有马力也难以抵挡前方后重的空气墙 看到这一幕续方感到愧疾 明明下相有着超赞车技遥遥领先 却因为续方的车子马力不足 导致下相失去进入正赛的机率 实在对不起下相 此刻GT86正以最高时速230公里蓄力挣扎 身后的A虚拟车子也追了上来 毕竟能来到这个位置的车子马力都不低于GT86 眼看前方就是终点 GT86只需要在0.3秒超越车子就能冲进正子 所有人都在看着GT86咬紧大关 然而结果就是GT86以0.019秒之差下降到第16名无缘正赛 在电视机旁的西元4看到下相没能如愿进前15秒 差点犯心脏病 而续方却趴在桌上痛苦 恨自己的GT86太拉击让下相降到16名 比赛结束后续方本想抱歉 下相却表示感谢续方让他开那么出色的车子 能把那么好车子改装到极致 续方是一位很出色的技师 就在三人聊得入神之时 小练突然地出现在下相面前 一个大嘴巴子打在下相脸上 之后就转身离开 或许是因为小练太过担心下相在比赛场出事故才正 所以一句也没说就走了 只是下相太过于古板完全不懂小练其实是喜欢的 而远在大厦上的举办发现到有选手 在参加MFG使用违规轮胎因此失去正赛资格 而下相替补到正赛第15名 男人不禁赞叹下相与彭源拓海运气一样好 就连进入正赛都那么似曾相识 得知下相能进入正赛向叶顺激动的表示可以和他较量 下相也期待与MFG排名第9的向叶顺一较高下 值得一提的是下相会碰上位居第一驾驶保时捷的背影 和排名在他之上的众多高手 并且他们开的都是奥迪法拉利兰博金仪等一系列的豪车 而本次MFG冠军奖金将会获得1亿日元 此外赛季积分第一的还会获得11亿日元奖金 那么就让我们期待下相在正赛的精彩表现吧 自拓海徒弟下相驾驶的GT86挑战MFG顶级车手的神势 与预赛不同 他们都是开着保时捷与法拉利这种级别轻量化改装豪车 即便车手车技一版 光是杂钱改装都比GT86哪里还要强 下相又如何应对 在正赛开始前下相事先让续芳再度赶装了GT86 由于预赛时下相惊人的表现收获了不少赞助商的支持 所以这次续芳会提升GT86马力 而下相唯一要求就是让续芳解除循迹防滑系统 这么做会让下相更轻松操控车的 交代所有事情后 下相就与小恋前往镰仓寻找父亲的踪迹 在路上小恋还在愧疚上次删了下相的眼光 可现在看来下相似乎完全没认出七号天使就是小恋 也许开赛车的男孩都那么古板 下相完全不知小小恋喜欢她 在海滩上一位老奶奶看着两人满班配提议给二人拍照 下相本想拒绝 哪知小恋上来就是一拳 对于恋爱脑的小恋自然也不会错过与下相亲密拍照 到了第二天 续芳就向下相修改了合约让她多拿酬劳 但是被下相拒绝了 对下相而言车子和技术都是续芳提供的 理应给续芳拿更多MFG所给予的奖励 而且下相不在乎这点小姐 她是为了挑战赛事才参加MFG 也就在二人离开餐馆时 下相遇到了神15人中的八朝祥和北元旺 八朝祥开的是莲花X 北元旺开的阿尔法罗密欧4C 续芳提醒下相这两兄妹不简单 在MFG比赛中他们合作战术的滑流极其厉害 很快MFG正在开启 这次参赛的车辆堪称豪华阵 光是前五名车手的赛车就是梅赛德斯和迷你保世纪 而且有些选手不是一般的好 就比如打电话的这哥们 她想要在第二站提升玛丽就砸个几百万换车 对于老司机的香叶顺他们 车子玛丽在墙车手车技垃圾在好车都是徒劳 随后下相以香叶顺告课 比赛也随之燃起 这次香叶顺要拼尽全力冲到赛事第三 因为只有站在颁奖台上 他就可以指定让小练比他一起kiss 此刻所有赛车缓缓通过闸门 跟在赛车前方的无人机 会根据车辆进入赛道 负责监控所有车辆的车速在40公路 如果发现到车子追上无人机 就会被判偷跑出责 偷跑的车速会强制进行15秒低速行驶 等最后一辆GT86进入赛道后 无人机便开启信号灯提示 所有人都加大马力冲刺 而香叶顺驾驶的GT2 在看穿前方的AMG在离开状态下 无法发挥出他的牵引力 便急速过弯超越AMG 刹奈间就来到了第四名 在他的字典里可没有防守二次 而与此同时前方的车辆彼此争先恐后 光是第二名就有四辆车轮流争取 这也让位居第一的贝肯 逐渐与后方三辆车拉开距离 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种程度 主要也归功于贝肯 对轮胎管理相当成熟 贝肯对加热轮胎的技术十分精湛 做到这种程度 就仿佛感受到四颗轮胎的温度 并且会巧妙地控制 让马克轮胎升温和降温 所以这解释贝肯的技术 被誉为世界级水主的车身 不过能做到这种水平的 还不止他一人 那就是驾驶GT86的下降 刚才看到GT86不弯侧滑 就问起下降 是车子的平衡性出问题吗 然而下降却表示刚才的飘移 其实在做步调好让适应车子 接着续方问起下降 为什么前方的车辆看起来没那么容易 虽然下降的前方 有本田与Alpha激烈追逐 但下降的后方没有车辆 所以他能很轻松地 保持最佳的车速行驶 不过要是下降也加入他们的战场 GT86的表现 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下降只是简单飘了个一 居然把FK8甩在身后 就连Alpha和莲花在古董GT86面前 都要忌惮三分 就在刚刚 下降驾驶着GT86 跟在Alpha与本田FK8车后 眼见前方在争斗 下降丝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直接狂踩油门加入他们的战斗 续方见状都觉得下降疯了 要知道GT86与Alpha和FK8的性能差距 极其遥远 想要超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可下降表情却毫无波澜几根气候 与此同时在下向前方的 古豪哥驾驶的兰博基尼 在被一台宝马死死盯上 古豪哥当即咬紧牙加速 说什么也要甩开宝马 毕竟自己可是砸了几百万豪车 参加MFG 而MFG之所以受全世界关注 其原因就是以抓地力重量 均一化比拼 简单来说就是转弯速度均一化 对车子的排气量要求不高 主要能在过弯时提速 谁先占据前方 就有利于掌控局势加大马力冲刺 因此MFG就演变成了富人游戏 只需要花大钱改装车辆 提升马力谁就能获胜 所以像法拉利兰博基尼 保时捷这一类的车排名 会如此靠近 可今年却出现了转折点 参赛选手贝肯驾驶着保时捷卡曼 却以车身平衡胜过 马力的思路跑出成绩 与之相同的还有下向 虽说GT86马力低 但下向对车辆轮胎温度把控成熟 还精准计算车辆挑一轮胎的耐久性 这也契合高桥梁界制定的 MFG解析的方程式 而同一时间远在大厦的男人 见状却不认为有人能正确解析MFG赛制 梁界说过MFG是D计划升级版 也是车子对公路跑法最快的答案 想要跑出优越的成绩 对车子的性能要求极高 就比如香叶顺驾驶着 GT2一股脑的冲紧 眨眼间就来到驾驶奥迪版本的车后方 虽说香叶顺被前方车辆防守 但他认为只要GT2马力足够 绝对不输于欧洲豪车 而前方的版本之所以能压制香叶顺那么久 主要还是他的车子是配置了大排气量的引擎 和电脑控制4WD系统 让车子过弯时直线提升性能 此刻所有车辆已然来到了第二季时区 从刚才的上坡转变为下坡 而这也有利于下向借用下坡的提升冲刺赛法 下向从旭方口中得知前方有R 但对方车子是6.8秒的速度行驶 旭方觉得下向的GT86很难超越那么远的距离 然而下向却再次打了续方的脸 此时前方莲花外侧露出空隙 让FK8失去超越机会 让Alpha抓住机会超越FK8 而FK8车主还在气头上 这两人是配合作战港人心态 乃至GT86却突然出现在FK8后方 他还猛逼GT86一直很靠后 怎么在那么短时间内就与自己拉近距离 只是个下坡就冲刺到他的前方 难道这家伙用了魔法 话音刚落 GT86就来到了北远网和巴朝祥车后 巴朝祥伸之下向对赛车技巧把控很强 如果正面交手毫无胜算 于是他想到在下一个爬坡路段甩开GT86 论莲花的玛丽是有利于与GT86拉开军 如果不这么做下向 会在第三季时去加速追上来 而领先的贝肯与时神为了争斗第一也是相当激烈 时神是MFG两连冠军车手 干面对贝肯有些乏力 而时神驾驶的是保时捷卡维拉GT3 他怎么也没想到看似平平无奇的保时捷卡曼 会紧追他不合 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耻辱 难道贝肯是从保时捷精英学院出来的原因 才会让他感受到一股压迫 而在驾驶座的贝肯嘲讽时神没资格驾驭GT3 历代保时捷卡雷拉是后制引擎中最强的存在 可时神却没有发挥到极致 画面转到香叶顺这边 此时的他已然来到第四名 但前方排名第三的版本丝毫没给机会超越 这让香叶顺怒火叠满 在版本车后不断左右摇摆打乱他的节奏 而此时的FK8车主被下向的操作都看傻眼了 明明是直线行驶下向驾驶的老古董GT86 竟然比贝肯的保时捷开的还要管 如果下向是靠着技巧提速的话 我干脆跟在下向车后偷学几招 搞不好自己也能焕然一心成为车使 然而下向飘移过弯的瞬间KF8车主又看不定 明明车子性能都一样 下向过弯竟如此之快 他的FK8是2.07涡轮增压 本以为靠着直线马力提升超越GT86 却没料到下向在飘移过弯的瞬间 再次把FK8甩在后面 而北愿望与八朝翔刚超越迷你的瞬间 北愿望就从后视镜发现到了GT86又一次追上来 八朝翔打算改变策略 不采取以往套路用车子阻挡下行 如果那么做他们的速度也会减慢拉低一次 于是就以常规的方式与北愿望竞争 如此一来下向也没有机会在狭窄的道路上超越 随后三人陷入了缠斗进入迷雾路段 由于赛道视野模糊原因 解说员也无法向观众讲解赛事状况 便借此给所有人介绍了下向的身份 却没料到下向的身份会惊呆了所有人 原来下向是个挂笔 下向从四岁起就玩赛车 而且还收获了个大顶级赛事的冠军 还打破了皇家赛车学院综合分数最高纪念 值得一提的就是 下向的导师是赛车界顶级大神藤原拓海 阿克你很喜欢 不明山车神藤原拓海的徒弟究竟有多牛逼 下向在领先阿尔法的情况下 竟故意降低车速放水 旭方教练看到这一幕都猛逼了 难道下向嫌GT86在直线马力不足 故意给机会让对手超越百万吗 然而下向却跟随在对手车辆后面滑流 原来下向在比赛前就计划好 利用前方车辆加速所产生的空气带 减少空气阻力从而提速 就在刚刚 下向尾随着巴朝祥兄妹二人进入充满烟雾区域 这次下向选择低调怠速跟着车后 因为这段路程视野模糊 如果硬超车估计会吓到前方的小望 于是就一路降低轮胎损耗跟在阿尔法车后 而解说台上的小博向观众介绍了藤原拓海的故事 原来小博曾与拓海battle 再看到下向在赛场上的惊人的表现 连跑法都与拓海那么相似 不经感慨拓海的过苦 当年拓海参加英国拉力锦标赛就一名惊人获得冠军 拓海的名号在海外赫赫有名 可就在拓海事业攀升阶段却因一次意外 导致拓海身负重伤从此断送了他的职业生涯 多年以后拓海选择当教练又从回赛车界 在得知昔日好友拓海不安 还当起教练小博不禁还是流泪了 另一边去年MFG冠军时神驾驶的卡雷拉被车后的卡曼柴上 起初时神没把卡曼车手放在眼里 可他还不知道卡曼车手是贝肯 他是本届MFG的黑马还是保时捷培养出来的超级精英 贝肯对于这种老家伙稳做冠军早就看不爽 于是就在前方弯道极限加速 时神也没想到贝肯会敬会无数这个三连关 就在贝肯加速的瞬间两辆车就比建于赛了 原本时神还有余力争夺第一 可贝肯见时神在下一个弯道飘移乏力 甚至都不敢提速怕飘移瞬间扭通 贝肯当机立断加大马力超越 与此同时下相刚冲出迷雾区域也开始超越 在弯道上下相从不给对手面 直接在前方弯道极限挑移超越R 小伯见状都震惊下相竟如此胆大 普通人车手基本不会考虑在过下弯中超出车 只需要克服横向距离高度的地理 可下相却巧妙利用了四轮减速的技巧 在阿尔法过弯缝隙中超越 不仅如此 下相又在下一个弯道中再次超越莲花 而莲花车主巴朝祥因循迹防护系统阻碍 导致过弯无法与GT86过弯超越 屏幕前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都庆贺下相牛鼻 一开始所有人都不看好的GT86竟然能跑赢重过好车 而巴朝祥被一辆破86超越心有不甘 于是问起导播员前方路段 得知前方有条很长的直线路段 便想到GT86在直线行驶时马力会大幅度下降 就在那里超越它 而香叶顺这边为了争夺第三名可谓是激烈 在直线路段跟着奥迪车后完成滑流后果断超越 转眼间就冲到第三名 对比争夺八强的竞争也是愈演愈烈 起初拥有5.2升V10引擎的兰博基尼在直线占据上风 而拥有3.9升V8引擎的法拉利GTB 在马力上稍逊与兰博基尼的情况下 利用前车减少的阻力完成一波滑流后 顷刻间超越兰博基尼 对此驾驶兰博基尼的土豪哥都猛逼了 要知道老子的车子可是超越600马力的存在 怎么突然间就被法拉利甩在车后 而下向三人也冲刺到直线路段 这次巴朝祥说什么也要在直线路段超越GT86 小望也等待这一刻提速 然而就在下向刚驾驶到直线路段突然收油减速 配合后方的莲花超越 而小望见状便让下向跟在车后 虽然是敌人但他们也知道 这么做可以缩小空气阻力 还能让车子减少消耗的速度 在这个状态下会加速氮气积攒的速度 而续方见到这一幕恍然明白 下向原来是从开赛前就已经想到利用两兄妹的滑流 这么做GT86不仅车速得到质的飞跃 还减少了燃油的消耗 而且下向貌似在比赛前就观测过阿尔法的性能 料到对手会在直线路上超越自己 这一切其实都在下向计算之中 随着第一名卡曼与卡雷拉进入起步闸门 比赛也进入到第二圈 见过赛车会顺移的吗 今天下向就带你见识见识 本来之前下向已经被翔望兄妹给甩开了很远 但此时直线完事 弯道又开始多了起来 所以下向已经开始渐渐逼近他们俩 下向追上他们的时间 比预想中的还要快 现在绝对不能被超车 如果在迷雾区域之前被超的话 可能就再也没有追回来的可能 所以小翔让小望挡住86 可下向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超过了小望 现在86处在两个车的中间 情况非常的急少 前面的小翔 用过人的阻挡技术不让下向超车 而小望在后面不断给86施加压力 一不注意都可能会撞上 小翔死死的卡住内线车板 下向如果想要超车 就必须要好好发挥一下文态了 他记得拓海跟他说过 就算道路看起来在里面狭窄 只要能容下三辆车那就能超 所以下向准备出手了 前面的小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后面的小望看得很清楚 在刚才的一瞬间 86居然顺着了 被86超过 翔望兄妹基本就凉凉了 接下来进入迷雾区域了 下向让续芳每一秒给他播报 和前车的时间差 因为在迷雾区域可见度很低 一般前车都到眼前了才能发现 所以不会有人选择在这里超车 而下属的心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赛逃 只要知道前车在哪就好吧 下向就这样轻松超过了第十名 接下来前面的第九名是个宝石节 而时间差只有短短三秒 在这种迷雾区域 一般人都不敢马力全开 所以下向很快就追上了 宝石节终究还是什么呀 要么说称死胆大的饿死胆小子 下向成功杀尽了秦九